一律都是日式 日式 蔣市長44歲生日 我特別準備了這一份禮物 你 我預購了一張 5個月後 12月25日 你卸任當天下午 往台東的車票送你 One way ticket 死了算了 我寧死不屈 我就要跳海 我要廢物利用 我會硬起來的 啊太賤啦 所以既然他被罷免了 請他閉嘴 回去當他的太監 你去白蘭河的話 這是嚴重的人格問題 這是北蘭 真想走 神也留不住 啊真想 留 神也趕不住 請神容易 送神難 我會丟一根粉筆 請他畫一個圈圈在那裡發展 所以未來如果 那我就以你今天這個話 也希望議員可以到中央來協助這個案子 哦謝謝 如果我沒被打死的話 好謝謝 蔚蘭如果真的你當總統 王世堅議員有沒有可能在你的內閣有一個位置 他當市議員當的好 我當那 萬一的話 萬一 有哪個內閣職務可以適合王世堅議員 既然他那麼喜歡跟你在一起 他覺得少了你他現在自己都有點寂寞 他想不到 沒有 沒有位置 那個裡面哪個部長適合他看 他可以去當監察委員 我們讓他去盯別人 盯別人 所以在你那個王世堅議員是不可能有什麼位置 不是啊他的專長也不錯 他是開營造廠的 不曉得做什麼 我也不曉得他的專長 開營造廠 一年亂當 第二年做不好 三年才穩定 你還說 你就任市長後 一開始 把人當病人看 把所有人當病人看 但是你說 現在啊 你已經把人都當人看待了 喔謝謝你喔 那個 我們已經被你當人看待了 是很大的進步 最重要的第三點 你說啦 你說連任不成功 你要當 到台東馬街醫院 當肚肚醫師 大家都知道 醫生偏鄉醫療 不容緩 所以我當下喜出望外 我馬上呼籲市民朋友們說 您這一票 決定台東偏鄉醫療的未來 請您 陳全柯文哲 服務台東偏鄉的心願 簡單講 陳全柯P 台東行醫 好啦我一直相信 誒柯市長 每一句話 背後都有聲明 每一個發願 都該實現 所以 柯市長 你既然發心 要為台東偏鄉醫療做點事 那你就去吧 我 預購了一張 五個月後 12月25日 你卸任當天下午 往台東的車票 送你 因為我不知道 你的成績到哪裡 所以我只買了 單程車票 這是一張 one way ticket 但是 上面有 數字密碼 柯市長 可以好好解讀看看 即使燒成了白骨 我還是會認識你 但你本來就是 綠皮白骨 等到有一天 你被民進黨開出的時候 先來參加一比總統 柯文哲先生 你是否願意 不論疾病 健康 不論貧窮 富有 都一生一世 愛護 守護著王世堅先生 勉強同意 新郎 新郎被交換信錄了 欸 等一下 以前在儀會喔 每次都是你送我禮物 這一次我自己要主動要求一個禮物 2024 總統投一票 曾幾何時 台北大直 承諾烏克蘭 我們沒有戰爭耶 怎麼突然間 房子就下線 沉到土裡面 昨天 他們兄弟父子 還好 有獄警 自己感覺欲壯 連滾帶爬都爬出來 這家機態建設 非常的惡劣 今天 機態建設造成這麼大的 公安傷害 根本就是人禍 柯文哲要跟我政治聯姻的話 喔 那 我 這個 死了算了 我寧死不屈 我就要跳海 來 蔣市長44歲生日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這一份禮物 要送給蔣市長 你 曾祖父的御兆 送給你 我是希望能夠提醒你 你沒有犯錯的空間 用槍炮 當上的 都被我們台灣社會割捨掉了 更何況 是用選票的 好我們謝謝王世堅議員的 邱惠捷議員說 藍綠都是垃圾 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但是 我要廢物利用 我要把我自己 發揚光大 廢物利用 國民黨每一位 參政者都說他是好人 好人一大堆 一起幹壞事 是好人 也是個壞人 初めてですか 不是啊 畢竟我從事這個行業好多年了 感動さ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沒有耶 通常都是我 錄別人比較多 所以 這是第一次被錄 本來不會緊張 不過現場聽說有很多觀眾 所以會有一點緊張 不過還是有興奮的感覺 自分的表現か 良いかどうか 我気にましか 不會啦 我會硬起來的 啊太監啦 太監才會幹那種事 光明磊漏的出來 所以既然他被罷免了 請他閉嘴 回去當他的太監 五年多前 我在大阪黨參作中間 那時候 被台北市議員 王世堅 把我調到議會裡去 我們當家 可以到治國嗎 議員不要激動 我自首 也太早一起串聯 就是這麼簡單 噼哩啪啦噼哩 大家啊 質詢的頭昏腦漲 我信賴 但是不信邪 我要跟這些 魔鬼奮戰到底 怎麼樣 就這麼簡單 就有40個群組 40個耶 根本都是假帳號 這把小英總統也扯進來 莫名其妙到極點 完全莫須有的指控 天啊 我覺得這已經到荒唐的地步 只因為我參與初選 只因為我挑戰了他們的少東嗎 我挑戰了小王子 我知道你們知道事實的真相 我知道你們知道事實的真相 這是要毀滅王世堅 你如果放棄 黃珊珊 你去白蘭河的話 這是嚴重的人格問題 這是北蘭 所以我送你八個字 輸贏無論 棄棄元摘 我投給黃珊珊 你要不要投給黃珊珊 那你 那你就沒有良心啊 你講一大堆 自己又不投給黃珊珊 你想什麼東西 我記得電影圈 有個小金人金像獎 在表彰 傑出了電影 他同時他們也有一個獎 叫金酸美獎 是在挖苦修理 那些爛電影的啦 所以我覺得 你很值得 在任期的最後 我就送上 一個金酸美獎 最差市政成績 最差市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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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下班前 柯市長 能夠交出 他的 你也會拍謝 他的心 那個柯市長 待會我會送到 勇敢的 出來 接受驗尿 搞不好你真的是 長期 有在吸食安菲他命 你看他 食額抗肥 不會攀桌 還會罵人 他食額沮喪 他一副頹廢的樣子 這就是典型的 安菲他命症候群啦 還在那邊秀 當時監工的照片 那很噁爛嘛 不是嗎 什麼都不懂 的一個草包 因為你草包指的是林次堅嗎 對 我就指他 食尚湯院長 不該負起政治責任 所以 就下來吧 真想走 神也留不住啦 啊真想 留 神也搞不住 請神容易 送神難 小運總統勝選 那我就用跳海 來慶祝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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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是熟能生巧 確實會比較熟練 不會再去滑膠了 我會丟一根粉筆 請他畫一個圈圈在那裡發展 他這在我們台北市議會 早就被轟出去了 你應該辭職鞠躬下台的時候 那如果他這個時候 還要硬拗在位置上 那麼如果是被社會逼走的話 那真的是夠難看的啦 與蘇院長的政治智慧 他應該聽得懂這句 在人民面前 所有的官職公職 都應該要謙卑 因為所有的官職公職 你們都是公僕 你們都是人民老闆的火技 所以